魔术挺精彩 但你今天来是找工作的 对 想找一个线上线下 演出策划或者签约达人 意向企业没有 希望薪酬一万到两万 工作地点是上海 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韩依和杨荣的选择 来 我们拭目以待 非常遗憾 于志俊 在最后 两位企业家都选择灭灯了 我觉得我们对这种结果 其实并不意外 对啊 是不是 其实本身我觉得 如果一切都是他设计的 他赢了 但是如果站在求职的角度来讲 我真的特别期待 他好好地回去反思一下 看看我们怎么样 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主要是在场的 没有艺人经纪公司 或者主题公园 如果有的话 他还是愿意来求职的 说实话 其实我觉得 这些表演还挺好的 还挺精彩的 我觉得其实你到企业 反倒会束缚你的发展 因为我记得 你在最开始的时候 告诉过我们 你说你选择做魔术师 而不选择做工程设计 的核心原因是 你觉得在魔术师当中 能够展现你更多的创意 但是我想说 如果你进入一个企业 你要围绕一个企业 做商业化 就会禁锢你的创意 但是我们面灯不代表 对你的不欣赏 我也希望以我企业的名义 邀请你 跟我们定制一个 五位数的企业品牌的 专场的商业和魔术的结合 希望你能答应 好吧 没有问题 以及一个五位数的 求婚的魔术的结合 志军 就是对于你这个职业来说 所谓的到企业中去 不会有你想象中的稳定 听人一句劝 回去以后 真可以琢磨琢磨 干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然后跟企业家们 保持稳定的合作 能够从另一个角度 来实现你的稳定 但不管怎么说 还是很感谢你用心地 对待了这场面试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 精彩的魔术展示 希望以后越变越精彩 谢谢 再见 我觉得企业家 把我最后灯全部灭掉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他们在商业上面 提供给我的建议 我觉得也是发自内心的 我也要好好听进去 再争取努把力 做得越来越好 把我的商业思维 更加清晰地展现 给以后的顾客们看